是没错 可是 好了 别说了 我把土豆带去丢掉 让它自生自灭好了 土豆 来 过来 土豆 我带你出去玩 李明君用脚踏车载着小狗 去附近的一个花卉市场买花 买完花后 他趁小狗不注意时 骑上车飞快地离开 而将小狗丢弃在了市场里 丢了吗 让李明君没想到的是 当天傍晚 小狗竟然自己跑回来了 啊 是土豆 土豆回来了 土豆真是聪明 竟然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经理 明天我就处理掉它 嗯 哎 土豆 我也是不得已的 为了扔掉小狗 第二天 李明君搭公车坐了好远 到了黄家湖站后 他将小狗扔下车 自己坐车回家 自己坐车回家 土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了 下一站是黄家湖 要下车的乘客 请准备下车 黄家湖 已经这么远了 我想 土豆应该是找不到 回去的路了 黄家湖到了 要下车的乘客 请下车 然而隔天一大早 当李明君打开门时 却惊讶地发现 小狗竟然站在门口 它又一次自己回来了 啊 这怎么可能 天啊 土豆又回来了 唉 你回来干什么 你说什么呢 土豆多有感情啊 他是舍不得这个家啊 可是他要是留在这里 我会没工作的 唉 还是得把它丢掉才行 这一次 李明君带着小狗 左渡轮来到了汉江关 他准备找个地方 为他吃东西 然后趁机离开 可是小狗似乎知道 自己要被抛弃了 硬是不吃东西 只管一直黏着李明君 土豆 饿了吧 先吃点东西吧 没有办法的李明君 只好搭地铁回家 而小狗 一步一驱地跟着他 临上车时 李明君被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叫住 对方告诉他说 狗不能带上车 因此 小狗被工作人员拦下 而李明君 则趁机上了车 大叔 狗是不能带上地铁的 这 这不是我的狗 小家伙 你是不能坐地铁的 没想到几天后 浑身脏兮兮的小狗 竟然出现在工厂门口 李大叔 怎么自己一个人啊 咦 怎么没看到土豆啊 唉 我把土豆丢掉了 这我听说了 可是 他后来不是又自己跑回来了吗 是啊 前两次 他是自己跑了回来 所以这次 我把他扔到了汗口 他是回不来的 诶 是土豆 是土豆的叫声 天啊 扔到了汗口 还能回来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找到路的 看到了 看到了主人 小狗兴奋地围着李明君 前窜后跳 然而 亲热了一阵子后 他却突然 蹲坐在地上 跟人一样 流下了眼泪 哎呀 李大叔 你看 土豆哭了 他一定是在责怪我 狠心地丢弃了他 真没想到 连一只狗都这么有感情 对不起 土豆 我再也不会把你丢掉了 如果工作没了 再找就是了 后来 经理得知了这件事后 便同意李明君 在工厂里 养着土豆 工厂里的员工 也嘖嘖称奇 说土豆 可真是一只 忠诚又练家的狗啊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 合体 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 缓缓流过 坐落于 屏东县 盐浦乡的 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 海涛法师制业 台湾救狗协会 所属的狗儿 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 园区内 共收养了 八百五十六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 极为慈祥的 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 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 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 外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 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 来者热情的大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 收容中心 沿浦护生狗园 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 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 残缺的肢体 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 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 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 显而易见的 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 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 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 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 一树木 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 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 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 该有的尊重 希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 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树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桃法师 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 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 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 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头的叫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 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旧狗协会 陈志迪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 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顾名 台湾旧狗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用慈悲的能量 欢修慈悲心的法门 能够带给我们内在的力量与喜悦 也能让我们感觉到存活的意义 生活的有意义 就是要活得有用 为人所用 真诚地帮助他人 服务众生 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所谓的福报与业障 只是一念之差 端看自己如何用心而已 当逆境来临时 只要能够保持慈悲心与菩提心 懂得转化念头 所谓的障碍或逆境 也就不攻自破了 不是福报很大 慈戒福报更大 忍辱功德福报更大 所以业障来了 我能够用悲心菩提心 来承受 来转化 来想到众生苦 那你的功德更大 就算你现在在生病 那我刚刚讲 病是我的业 所以我好好忏悔 阿弥陀佛 然后我这么痛苦 我才知道 所有众生都有肉体的痛苦 愿大家都离苦 阿弥陀佛 整个医院都 南无阿弥陀佛 整个世界都南无阿弥陀佛 你这样一生病 就变成你最好的修行方法 这样你的冤心 在此就得到超度 所以各位 所作的善恶业 恶业不会消失 善业会不会消失 不会 而且这个善业 你已经回向给法界众生 这个善业 直到你成佛都还在 福报跟业障 你念之差 看你怎么修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们要升华的是悲心菩提心 护持功德书圣行 舞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瑞波罗蜜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